指揮中心开放短期商务人士入境台湾 而吵了很久的境外生议题也有进展 教育部宣布即日起开放包括越南、香港、澳门、纽澳 还有泰国等11个低风险国家跟地区的应届毕业生优先返台 首批共有2238人可以入境 但是陆生不在开放的名单之列 而教育部也提出了三原则、两个标准作业程序 要统一入住校外的防疫旅馆 另外校方也要先联络好学生名单、签证、班机、调查等 抵台之后遵守单一报道柜台以及防疫交通接送 看这回入境的情况如何 再慢慢开放其他的国家以及非应届毕业生 帽子一丢学生开心毕业 但境外生看了好心酸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 台湾疫情退烧 教育部也公告最新方案 让测定地区境外生即日起开始入境 首播以应届毕业生为主 108学年度应届毕业生境外生有8199人 其中有2238人符合入境资格 2000多位一定是我们检视各校的准备状况 还有呢我想还有包含境外学生 配合防疫的态度 这个都是关键 境外生入境有三大原则 首先是开放低风险的国家跟地区 目前名单包含越南港澳纽澳等共11个国家或地区 入境身份也有顺序 以108学年度毕业生优先 再是状况放宽旧生 最后才是109年入学新生 而学生入境后要优先入住校外防疫旅馆 那应该是由受检疫者 也就是由学生要来负担这些相关的费用 比如泰国 他就应该从泰国来出发 旅馆费用比照所有返台人士自行负担 迎接境外生 学校也要遵守SOP 学生抵台前 校方要先提送名单 找好检疫场所 班级签证也要搞定 抵台后遵守单一报到柜台 防疫交通接送 也得先安排 第一波学生入境会成为后续境外生入境试金时 下方境外生防疫配合好 下波学生也有望早日来台 这红圈杠地台北传报到